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内部开发的一个自动化的特征搜寻工具 它叫做TumbleBar TumbleBar它是一个基于PySpark的Python套件 用于在这个分三式资料库Hive上 去进行一个自动化的特征搜寻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分析情境 还有TumbleBar的架构 以及TumbleBar在研究上的一个成果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报告大纲 好 难得来到PyCon这个神圣的殿堂 所以在报告开始之前 不免俗还是先大力推销一下自己 那我是Eric 目前在这个国泰素出发担任这个 资料科学分析师 那我最擅长的技术其实是减肥 对 但我不擅长就是维持体重 所以体重一直忽胖忽瘦 对 那就很像是那个小时候其中柱里面的这个摩人普 好 那讲到这边 相信大家已经对我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了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就是我想透过这个我们的商业情境来说明说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TumbleBar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这几年就是其实金融业都在做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我们也开始在这个越来越多的领域去导入分析和数据建模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相关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在这个供给方面呢 我们却发现说我们的分析师能力其实是有所不足的 因为像在座各位这样子优秀的分析师其实是很稀有的 那前面都是从这个老板的角度出发 那如果从我们这些打工仔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说 我们在做这些资料科学的专案啊 就是有很多的专案 它其实都是一个蛮类似的情境 然后都是用差不多的分析流程跟类似的Machine Learning技术去解决 接连做了几次这样的专案 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能不能透过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来去简化这个专案之中大部分的一个分析工作 这边就是稍微工商一下 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分析师能力不足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很委婉的告诉大家说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单位还有在职缺的真人 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个104上搜寻国泰跟lab 应该就会看到我们的职缺了 好不小心又扯远了 这样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自动化的分析流程 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说 一个资料分析师他的分析流程都在干嘛 那这边我就省略了就是其他更上游还有更下游的一些议题 好 那这整个流程啊 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定义好这个分析命题之后 大概就可以分成两段 前半段主要就是我们透过这个Domain Knowledge 去做这个资料探索 然后去整理出我们需要的一些相关的特征 后半段的部分我们就通过这些特征 去进行像是特征工程啊 模型训练 那最后输出我们预测的报表 那后面这几个流程啊 目前其实已经有很多AutoML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动化机器学习的工具 可以来去协助我们这个完成这些任务 那我们自己其实也开发了一个叫做AutoMLab的这个工具 那所以后面几个步骤啊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现成的解决办法了 但是针对前面几个议题 目前其实就缺乏一个这个自动化的工具来帮助我们 所以目前都是由这些像是资料分析师或者是商业分析师 他们就是依据专案 Case by case的去做一些人工的处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前面讲到这两项人物 他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通常就是一个专案啊 我们有了这个分析命题之后 我们就会先整理出一份这个训练资料 比如说就是客户ID跟他对应的这个 我们要预测这个标签 有了这份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试着去从众多的资料库的资料表里面 去把这些资料给join回来 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资料探索 最后找到一些有用的特征 那其实这边就会牵涉到很多的资料处理啊 还有特征工程的一些工夫要做 那其实也会需要对应的这个商业逻辑 还有domain knowledge 的理解 那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整出一些像是 近三个月的这个平均的转账次数啊 这样的那个特征 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最后就可以整出一张 所谓的特征资料表 那这特征资料表就可以用在 我们后续的模型训练一些相关的流程上 好 那就是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流程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一个 自动化的特征收集工具 特征收集的工具来协助我们呢 其实就是说啊 第一个就是说 前面刚才讲到这个整资料的流程啊 它其实牵涉到的是一个跨部门 然后很多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个沟通跟协调 那这通常也是我们一个专案之中 就是特别耗费时间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包括就是像是应用端的业务单位啊 还有整资料的商业分析师 跟这个下游负责建模的资料科学家 其实大家都会对这些资料有一些意见或者是看法 所以就会在这边针对这些议题去做一个平凡的沟通 那其实就造成说很多的能力都卡在这个任务里面 那就很像是一个演算法里面的一个运算瓶颈 那第二就是做EDA其实还蛮累的啊 尤其在你资料很多的时候 就是你跑格图可能都要跑很久 那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工具可以自动帮我们完成上述的这些特征手机的任务的话 那当然就是非常的赞啊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百分之百支持 对啊 那但是想做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没有这么容易啊 那因为会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资料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有近千张的 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有近千张的资料表 那光是在资料的这个收集 其实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第二个是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特征的收集过程之中 其实也会牵涉到所谓的这个特征筛选的议题 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个特征筛选的时候啊 其实input都会是一张整理好的资料表 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情境之中 我们也要连带的去考虑到前面啊 我们做一些join啊 还有特征工程这样的操作 那就会让整个演算法设计变得更加的复杂 好 那所以为了克服上述提到这些难题啊 我们就开发出了这个tumball bar这个工具 那tumball bar这个词其实就是奋金规的意思啊 那这就是我们的愿景 对应该还蛮浪漫的 对啊 那反正它这个它主要的特点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spark的分三式运算 那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大量的资料去进行各式的操作 那第二个就是跑得很快 那给定一个预测的任务 我们通常可以在这个三到八小时内就把这个特征搜寻去做成完成 那这个概念就有点像说 你进公司的时候 在你吃早餐之前 你先把它丢下去跑 那有机会就是在你吃午餐的时候就把它跑出来 那可能再慢一点的话 下午茶的时候也有机会 那最慢最慢至少你在下班前你可以拿到这个结果 那你就不用再等到第二天 那第三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再去搭配我们前面提到这个 Auto and Lab这个工具的话 那我们的整个分析流程 其实全部都可以用这个自动化的工具去把它完成 那就可以大幅的减轻我们在能力上的一个负担 好那这边就是我稍微快速的带过一下这个特征筛选的概念 那这边我们想做 我们想透过这个特征筛选 让我们在后续在建立分类器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比较少的特征去达成 差不多甚至一个更好的准确度 那这边我们根据这个演算法跟模型互动的方式 大概可以把这个特征筛选演算法分成三大类 那第一类是这个所谓的Filter Model 那Filter Model它就是透过事先给定的指标 那我们这边举的例子是像Fature Score 那用这个指标我们可以去算出每一个特征它的分数 然后用这个分数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筛选变数 那最后把这个筛选出来的Fature Set 就是直接丢进模型里面 那因为这个筛选的过程 它其实跟这个模型是完全无关的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跟模型相性比较不合的指标 就有可能会造成说你的筛选结果 跟你的模型之间有一个Bias 那这可能就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缺点 那第二是这个Weapon Model 那它其实也很直观 它做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利用一些规则 去得到一个 从Fature Set得到一个Fature的Subset 那这个Fature Subset直接进模型 就可以得到一个预测结果 那我们再根据这个预测结果的指标 去调整我们的 再弄出一个新的Fature Subset 然后持续这个流程 所以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你如何去生成这个Fature Subset 那其实有很多的演算法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这边举例的这个基因演算法 那再来就是这个Embedded Model 那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说 就是它的这个特征筛选 其实是跟这个建模的流程是同时发生的 那比方说我们大家常用的这个Tree Base的Model 它的那个简致的流程 或者是你在这个模型训练的时候 加入这个L2 None 它其实都算是一个特征筛选 这个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实践 那这三种方法其实就是各有它的优缺点 那大家就是可以 根据自己适合的行径去挑选适合的方法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 就是要进入这个Tumball Bar设计架构的部分 来去讨论一下就是Tumball Bar它的一个计算流程 还有它的使用方式的议题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使用者 其实是所有就是有整理资料 或者是有分析需求的人 那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这个所谓的Python的使用者 那一类是这个SQL使用者 那目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Python的使用者 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一个Python套件 让使用者他可以直接就是input进去 然后操作一些相关的功能 那SQL使用者的部分 因为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介面给他们使用 所以目前他们就只能就是比如说分析打给我 那就是会由我或者是其他同仁来协助处理他们这些相关的需求 那在未来的话就是其实我们针对这个Python的使用者 我们会去整合就是其他我们开发的一个资料科学的工具 然后以Jupyter Notebook的方式 先帮他们处理好就是像是资料库连线 还有开Spot Station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会先载入好我们的套件 让使用者就是可以直接在Notebook里面 快速使用的我们工具 那针对这个SQL使用者 未来我们也会提供UI的界面 让他们就是可以通过输入SQL 然后用安全点显的方式来操作 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们的Auto and Lab 它是如何通过这个Jupyter Notebook去做一个操作的 那这边就是我们去呼叫这个 给定参数然后呼叫Build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这个自动建模 那这都是在Spot上去做执行的 那我们有内建蛮多的这个参数搜寻的方法 还有就是不同的模型 那包括就是大家蛮喜欢用的LineGBM 那跑了之后它就是会跳出Log跟这个报表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做一些视觉化功能 那这个在这个Spot上做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 那这个也是蛮酷的 就是它可以去调那个你的预测门槛 然后去看这个指标跟这个Configuration Metric的一个变化 好那这大概就是这个 前面大概就是这个Tumbobar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接下来就来讲一下这个Tumbobar它的计算架构 那这边我们就是把这个Tumbobar的功能分成三大模组 也就是这三个绿色的齿轮 那它各自之间会去跟使用者或者是资料库去做一个对应的互动 那这边就是其实先让大家有一个概观 后面几页我们就针对这个各个模组会去做一些更详细的讨论 那这边我们就先以这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来看一下说在这里的话 就是使用者他要去提供你的训练资料 那基本上就会是一个有ID栏位跟标签的一个资料表 然后我们就会进到这个feature selection这个一个流程 那在这个流程我们就会根据使用者提供的资料 还有我们在这个Data Profiling这个模组得到的这个资讯 我们就会透过这两个资讯 然后我们就会从这个资料库所有的资料里面去搜寻那个特征 然后并且进行一些相关的筛选 那最后就会输出一个这个特征列表 那接下来就再根据这个使用者提供的资料 跟这个特征列表 我们再回头去这个DB里面去找我们的 再进行一次这个特征搜寻 那最后就可以整理出一张完整的特征资料表 那就可以进到后续的这个建模的任务 那这大概讲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三个模组去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那首先是这个Data Profiling的部分 那这边在做的事情其实说 就是我们会去针对这个DB中所有的资料 定期的去计算一些资料表本身 还有栏位的一些统计指标 那这些资讯其实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资讯其实可以拿来直接塞掉一些 不符合我们需求的资料表或者是栏位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预先计算好的统计量 其实有些可以用在后续Fature Selection的部分 那这可以减少我们后续的一些计算量 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个加速的效果 那因为这边算的东西其实都是预先计算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去先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计算 详细的计算 然后就是比较不需要担心一些时间上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Data Profiling其实 虽然我们在这边把它当作一个Tumblebot的一个模组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服务 然后去做类似Data Quality的检测 用在其他的用途 那就不一定是只给这个Tumblebot使用 那这个部分其实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开源工具 可以去使用它 让例如像是这个Great Expectation 还有DQ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步骤其实是非必须的 就是说这些统计量的计算 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在后面的几个模组 再去算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这就会就是增加后面几个模组的一个计算的开销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Fature Selection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模组就会是这个大部分我们的运算就是发生的地方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会根据这个使用者提供的标签 还有这个DB里面所有的资料 还有就是刚刚Data Profiling预先计算好的一些资讯 去进行这个资料的收集跟资料的赛选 那这边我们又把这个Fature Selection再切成几个更小的模组 第一个就是这个聚合 那其实就是去把资料join回来 那这边有几个东西需要去注意 就是第一个是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join的时候 它可能会是一个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针对不同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们要做不同的一个处理的逻辑 那举例来说就是你的某一张表它可能是比方说转账的记录 那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数量的转账记录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去从这边去做一些不同的处理 然后得到不同的特征 那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Data Type 去做一个对应的特征转换 那其实这边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个更复杂的情境 就假设如果你今天其实是有多个Key的 多个Key可以去join资料的话 那比方说就是比如说你的每一个顾客 他可能会有多张信用卡 那每一张信用卡又可以连到不同的商品 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有点像是一直用Foreign Key 去join更多资料回来的感觉 那每一层都可以去做一个各种不一样的 这个资料整理的逻辑 那就可以让你的资讯就越来越多 那不过就是说你这样做的同时 你的开销其实也会是一个指数的成长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个开源工具 叫做Feature Tools 那上面讲的东西其实都可以透过它去处理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开源工具 它其实不是Python写的 就是有Python API可以去做使用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 就是我们这边有做一个 其实算是非必须的流程 它就是资料表的分群 或者说资料表的分组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分组这件事情 其实是说 因为我们有一些特征筛选的演算法 它其实是可以去切成多组 然后各组去独立的执行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 再去对它做一个加速 那至于就是你要怎么去分群的话 其实就看你这个筛选演算法本身的需求 那我们这边的做法其实是透过这个资料表的metadata 就是像是栏位名称啊 还有这个资料表跟栏位的一些文字解释这些资讯 然后我们用NLP的方式去先做一些处理之后再去做分群 那就是大家就是看自己的情境去选择适合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 那前面就是我们做了这些工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大概整理完 那最后就是在这边 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个真正的执行这个特征筛选的部分 那前面就是TumbleBar的设计上啊 就是我们我们其实是可以搭配任何的特征筛选演算法 就是你可以用10座不同的演算法然后加入TumbleBar之中 那只是说唯一的需求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筛选演算法它是跑得动的 而且要跑得快 所以就是它在计算上就是最好不要太复杂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对应的优化 那这边举几个就是我们有做优化的例子啊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Spark 我们有针对这个Spark的特性去改写这个计算的过程 让它跑得更快一点 有些计算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该用多执行序的方式去执行 那也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加速效果 关于这个就是Spark的官方文件 其实有写一些相关的指引 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透过这个 Upsampling跟Downsampling的方式 去解决一些我们在Imbalance的dataset上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好 前面就是这个Fature Solution的部分 那Fature Solution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最后就会输出一个Fature List 那这个Fature List它会保存我们的一个筛选结果 那包含我们就是被我们选中的特征 还有不同特征之间做的不同的特征工程 还有这个筛选过程中得到的一些指标 这些相关的资讯我们就是会把它保存下来 那接下来在这个模组之中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Fature List 还有使用者提供的资料 就去建构一个特征资料表 然后用于后续的建模 那这样把它切开感觉好像有点不直观 那其实这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在这个建模上的一个使用情境 它其实这两个模组的关系 就很像是Spark NL上去做Fit跟Transform 那我们在Fature Solution阶段其实就是做Fit 那在这边就是做一个Transform的感觉 那因为通常我们在建模的时候都会去切这个训练级跟测试级 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用训练级去进到这个Fature Solution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这个筛选的结果存起来 那再个别针对这个训练级还有测试级去做不同的一个转换 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像是这个模型上线之后啊 你可能会几个月之后就是会有新的资料进来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定期做预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做一个特征的转换 我们就不会为了新资料要去重做这个Fature Solution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我们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就是建模发现说结果不如预期 其实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去针对这个Fature List 再做第二次的筛选 那就可以再重新生成一个不同的特征 好那前面大概就是我们的TumbleBar的这个模组设计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有点像画大饼的时间啦 我们稍微讲一下说我们TumbleBar的这个未来的规划 那今天讲的内容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TumbleBar 从公司的资料之中去进行一个特征的搜寻 然后进到后续的这个Auto and Lab去进行模型训练 那只是说目前TumbleBar都只能用在我们公司的资料上 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用其他子公司的资料 或者甚至是其他跨公司的资料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最近很红的这个 联邦学习的技术 那联邦学习它能够在这个不泄露隐私的情况下 去进行一个跨公司的资料交换 那目前我们就是有针对这个技术去进行一些相关的POC 那我们也实作了一些像是联邦学习版的特征搜寻 还有建模一些相关的技术 那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联邦学习它牵涉到这个资料加密的一些演算法 所以我们实际在做这个特征搜寻的时候 它的概念已经跟就是TumbleBar现行的做法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还要再规划一下看看能怎么把它整合起来 那再来就是因果推论的研究 因为我们在用这个TumbleBar的时候 其实还蛮常会找到一些跟Domain Knowledge不符 甚至说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被我们的业务端或者是分析师打枪 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说可以利用这个因果推论的一个概念 那透过因果发现还有因果图的建立 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这个模型还有我们的特征去进行一个相关的解释 那这个研究其实我们也才刚起步而已 不过我们就是其实觉得就是相关的应用是蛮有潜力的 好最后就是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TumbleBar在专案还有研究上的这个实验的成果 第一个就是说透过TumbleBar我们搜寻出来的特征 其实大致上就是它的模型准确度都高于我们用Domain Knowledge得到的一个特征 这边所谓的Domain Knowledge的特征 其实就是说这个分析师他们透过这个知识筛选出来的特征 还有其中也包括他们做的一些特征工程得到的一个特征 这边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在POC的时候 就是用过去的专案的分类任务去进行实验 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专案叫做专案提 对那刚好两个 两个实验用的其实是不同的指标跟模型 那在POC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用的是那个Spark-aniel的Random Forest 那根据这个Validation的AUC来做一个指标衡量 那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我们的TumbleBar的特征 其实都是胜过这个Domain特征的 专案提的话我们其实用的是这个非常受欢迎的LightGBM 就是一个Gradient Boosting Tree的一个方法 这个任务它的目标其实是做一个类似Ranking的任务 那所以我们这边指标用的是一个类似NDCG的这样的一个Metri 但是我们有去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那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三个产品上 这个TumbleBar的特征的表现其实都是优于这个Domain的特征的 好那再来就是在这个专案提值中 就是我们有试着把这个TumbleBar的特征跟Domain特征就是混在一起 对啊就是混在一起然后丢到模型里面 去比较说这个不同特征它的这个Future Importance的排名 这个Future Importance的数值就是在说 如果某一个特征它对于这个模型分类的帮助越大的话 它这个分数就会越高 那所以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排名比较前面的这些绿色的特征 其实都是这个TumbleBar所得到的这个特征 红色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Domain知识所得到的特征 好再来最后就是说 我们最后有去检视一些 就是TumbleBar得出的特征 其实我们还蛮常会发现到就是 TumbleBar的确是能找出一些 就是我们平常不常使用 或者是直觉上不会联想到的一些相关的特征 那这其实还就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能去找出一些 我们本来就知道很有用的特征的话 那其实我们用这个工具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啊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 发现新的特征或是新的逻辑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那不过就是因为这些资讯 就是牵涉到一些商业机密的问题 所以这边就不方便跟大家分享 我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 就是业务上的一些关联 好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我这边就是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有讨论到 这个自动化特征搜寻 在我们这个分析行径之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它可以加速我们的整个专案的流程 然后大幅的减少我们能力的开销 那搭配这个其他AutoML的工具使用的话 其实就是更好 第二就是说我们有分享了 我们这个TumbleBar在特征筛选的概念 以及它特征搜寻的一个架构 希望这个对大家就是有一点帮助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有听到现在的朋友 就是感谢大家的捧场 谢谢大家 OK 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Q&A时间 那我们就从上到下一个一个来问一下 我们的来动生想者 这样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于TumbleBar能找出不常使用的特征 它可能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公司它的资料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实际在跑这些专案的时候 其实这些分析师他们也没办法 真的去把所有的资料都一个一个去看 所以其实还蛮常会找到一些 就是大家平常比较少用的资料表上的一些特征 那对 就是因为这些相对平常 大家比较不会去使用它 所以就找出来 然后就发现效果还不错 对 了解 好 那我就进到第二个问题 想请教三个模 刚刚提到有三个模组 在串接上面 是不是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资料的格式 那如果说资料的格式与原先设置不同 是不是就无法进行 我先从第一个到第二个 第一个是这个Data Profiling 其实就是在这个选者来使用我们这个工具之前 去预先的计算一些统计量 那第二个模组 要解到第一个模组 其实我们就是要去拿它的在 针对资料表或者是栏位的一些 预先计算好的统计量 所以说只要你的资料表跟资料栏位的名称对得上 然后你拿得到你想要的统计量的话 就可以接起来这样子 那如果对啊 如果你要的统计量没有的话 那当然就拿不到 那第二个到第三个的话 它其实这两个模组之间的关系 有点像是那个Spark ML的 就是Pipeline 就是我们会针对 就是很像你在训练模型 你去FIT一个模型 那它会回传一个model给你 那你就再用这个model去做一个transform 所以基本上 第二段在做的事情就像是在建模 然后第三段就是用这个模型 去针对你的资料表去做一些转换这样子 对那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输出 通常会是一个 特征的一个列表 所以说针对你不同的 这个特征筛选演算法 只要你最后输出的是一个 就是特征的列表 就是比如说你最强的特征是什么 然后第二强的特征是什么 这样子一个排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列表去 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去生成你最后可以使用的一个资料表 然后去做后续的建模 好谢谢 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分散式系统使用Spark 然后再使用Multi 还可以再使用MultiThreading吗 不会造成问题吗 OK其实 因为我们的确是这样子做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做一些 简单实验 就是针对几个我们 有用这个MultiThreading的地方 去测一下它的那个 时间上的改善 那其实还差蛮多 就是快了大概5倍左右 不过这可能也要去参考你的Config 就是你 对啊 还有你的硬体的设备之类的 对 但我们自己使用上次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就用下去 然后速度也改善蛮多的 了解 谢谢 好 那非常感谢赖东森带来的精彩演讲 会后讲者会到Gallertown上方的Mingle Lounge 跟大家再继续做互动 所以如果还有想要跟我们讲者 有更多会后交流的话呢 欢迎到我们的讲者交流区Mingle Lounge 接下来我们从2点半开始 我们会有50分钟的Open Space 欢迎大家前往Open Space的场地一起参与 当然也非常欢迎您自己申请主持一个Open Space哦 那么这场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大家明天啊 谢谢大家明天啊 我已经是20分钟的 他在车里面 就让我们再继续打电子 惊磨得 那是我 我可以让你 好像还没有